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视频中谈起健康状况时表示 I think judge my voice quite good and then my face I often you see ask some you see people including Indian police morning when I met them I I ask what they think my age then often they say oh it was 70 like that so then when I I mentioned to them I'm now in 80s 82 or 83 like that the last few years so then I ask them look my face they say or very look very young and then I ask them look my teeth very good teeth and then then you see sometimes sometimes looks quite dirty you see you know I showed I told them look my lips very red almost like use lipstick it's my physical now 83 years old now seems okay so I'm looking forward another I think 10 15 30 years so I'm looking forward thank you Thank you 達安喇嘛尊者在回答 如何处理西藏面临的 艰难问题时表示 西藏人民相信英国之一法则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 西藏问题是树叶之果 没有任何人能及时改变它 尊者进一步表示 西藏在宗教方面 从印度梵文中翻译出来的 300多卷佛教经典 以及整个西藏三区共用的藏语文 将六本文西藏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但在政治上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真的忽视了 在谈到全球型冲突和社会缺乏道德意识时 达赖喇嘛尊者强烈要求 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教育体系 以利益人类的整体福祉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还向悉尼会议现场的 两千多名各界人士 介绍了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 以及复兴古印度文化的决心等 此外 上周三 6月20号 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 考虑欧洲议会的时间表 在欧洲议会附近的住民索尔维图图书馆内 提前举行了达赖喇嘛尊者83岁华诞庆祝晚宴 庆祝晚宴按西藏传统 首先用梅多仁布器和喇嘛策帕诵金祈福后 开始展开各项庆祝活动 并表演了西藏的传统歌舞 在晚洋活动上还展出了 荷兰著名画家卢硕先生 以西藏主题绘画的28幅大作 另外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 托马斯曼先生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 扎西平座先生 一同为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出版的 《感谢欧洲生西藏国旗》 和德国一家公司出版的西藏壁画等书籍进行了节目 80多位该地区行政部门要员 20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参加了庆祝活动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 于上周一 6月18日 因以色列西藏之友和以色列日欧社区的邀请 对以色列展开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期间 司政罗桑森格还接受了耶路撒冷邮报的专访 从6月18日至25日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 对以色列展开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在这次非正式访问以色列期间 司政相续参访了以色列民间团体 最高法院 大屠杀纪念馆和著名的西墙等地 以了解犹太人流亡和复国的抗争经历 司政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记者 托瓦·拉扎勒夫的转访时 围绕流亡藏人与犹太人的相同经历 西藏境内的局势 中间道路政策 以及以色列支持西藏问题等关键性问题 进行了问答胡斗 司政在访谈时指出 与当年犹太人流亡是一样 藏人同样在流亡过程中 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传统 并且有超过百万藏人 在中国的压迫下非正常死亡 针对以巴冲突 司政不愿发表评论 但他强调支持人权非暴力 以及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析 他也希望以色列支持中间道路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nd people of Israel to support the middle way policy of the Tibetan people which is to seek genuine autonomy within Chin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so they don't see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one-china policy and middle way policy so I hope the people of Israel will embrace middle way approach for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envoys of the Daya Lama and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government We can find a visible solution for Tibet 自政最后表示 犹太人在长期的流亡工程中 祈祷回到谷土 而藏人也祈愿获得自由 Daya Lama尊者能够重回西藏首都哈萨 愿藏人的祈求 也能够尽速获得回应 而不用的养千年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站编辑 江白雄奴 与近日在该网站上 发布了一篇标题为 习近平的书是否能在 中国少数民族中找到读者 文章揭露中国政府 以习近平思想 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试图使其终身主席合法化 以及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强行输入到西藏和新疆 等少数民族的思想当中等问题 文章首先指出 中共的宣传工作 是继续占领和控制 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政策之一 中国广泛地利用宣传工作 使其在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 以及确保少数民族地区 以大多数汉族地区 保持一致的步伐 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宣传工作已经取得了新的突破 在取消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后 习近平依靠他的习近平思想 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使中国人民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将持续下去 并且在修正中国宪法后 使其终身主席合法化 文章还揭露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 尝试将当前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强行输入到具有针对系的 少数民族的思想当中 使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在 各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的困境中 他们面临着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受到压制 语言文化受到童话和灭绝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这一宣传工作的重视 无疑是自我挫败和短视的行为 文章还就中国政府在西藏展开宣传工作 试图让西藏人民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方面进行了解析 文章指出 就西藏而言 中国当局对藏人采取如此荒谬的政策 以其获得藏人对中国领导人的忠诚 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尽管中国侵占西藏已60多年 但并没有将藏人同化为汉人 被征服者拒绝认同征服者的现象 依然在西藏和其他被中国占领的领土上大有存在 文章最后敦促中国当局 应该努力地解决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满问题 而不是为了实现其短视的政治目标 强加其官方的观点 因为中国政府的这一荒谬而粗浅的原理 将无法找到立足点 同样习近平的书 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找到读者 观众朋友们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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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